回音 毛坑 把我們進去毛坑 這個毛坑印象很深刻啊 嗯? 平衡冒出烤雞 必然有詐 不過我已經餓了這麼久 給他隨便去啦 借來一次走來一隻 反正現在好像沒有離開這問題的方法 你一定奔波勞累的久 全是脏的钥匙 如果记得了好结实 每到八对我一段很酷的故事吧 姐姐很欣赏你 我记得吃的鸡后面想不起来 我不会失声了吧 不对啊 我现在还觉得热血澎湃呢 那鸡中加了正殿的哀美的药 富方 营养会 狗姐 入耳 万老头叫过 这都是神经壮严的单几 我知道男人好色 没想到我的青春 都要照中他手里 后来呢 你知道女人都比较爱干净的吗 你睡了后 我就帮你洗头擦背 修了指甲 挂了胡子 人家看着你的脸就忍不住 就忍不住怎么样 就忍不住 先通信你的一下 帮你换好的衣服 看你睡得沉 就在这边弹琴看书 伴着你就是了 好险好险 不然被脑龙吃嫩草都亏大了 刚才听你腾琴不错嘛 不过为什么听起来 有点孤寂的感觉 你骗我说你不是 是 连音乐都听得懂 人家在这独序这么久 真的会寂寞难难 所以才费心 那些补的胃保你 这破脸发烧了 哎呦我要 姐姐 我腰好痛 尤其是落地是闪了腰 我看我这半个月是不行的 我天一洗澡的时候 喬得很仔细 明明生了活斧 不发泄一下 可是会得内伤的 小男孩别害羞 没经验 也有姐姐会好好待你的 跟我学好本事 保证你和你亲得过的女孩子 从此以后都跑不掉的 八姑娘我自己会 谁要跟你学 看我运进 你 你怎么这么脏 每次当前都会访问 这么不解风情 不 我是这样的 我终于言完美得度 全身颤抖 活血不顺 好难过 算了 你别骗我 那女情爱 本来就勉强不得 我知道 你还有一些良心 断崖上那些天眼蜜蜜 应语 抓住我这一生最后的男人 反正我已经是偿患败流 也不太记望 有什么真的感情 姐姐 别这样讲 你文武全才 找年一定名字 不知道多少男人 只是 我已经认识 另一个女孩子 我认你当干姐姐好了 不枉我相识一场 我再介绍一个 博学多文的先生给你 他的名字叫万春流 我早年被魏武雅雇佣去破坏魏武天的家庭 没想到日久的深情 没想到是我将救出灵性嫉妒的牢笼 让她自由 我将魏武雅利用完毕 一顿借机宰了我 就偷了魏武雅一大笔钱 及武功秘籍后 四处窜逃 过着隐性满美的生活 好不容易要交给喜欢的人 不是贪美 甚至贪钱产 贪武功秘籍 唯一欣赏我才华的 是魏武天 只要他愿意抛弃一切来爱我 可是我就贪生怕死 明知道魏武雅要对他不利 也不敢挺身警告 我那时候就像你这个年纪 不过 我好后悔 舍弃武天的那一天起 就拍开身为女人应有的幸福 要报复 对所有的那男人们报复 我发现越是欺负男人 男人就越捧我 越是越男人百依百顺 所以被瞧不起 让人践踏 没想到小姐是魏武雅 整款魏武天的一个工具 人欣欣不是梨花公二公主吗 又是真与魏武天有关系 魏家兄妹又何必投套二人骨 随便学两座一花金 就能打着别人冰方叫 哎 姐姐别走 你那么是一个未无心 未经营两个人 不用回来就算了 那时而温暖 时而淫荡 和你的时候天影游泪 有时候陷入自怨之爱的 无穷思绪中 是我长大这么难 这么大以来 最难成的对手 物质整地 就算暖言温香 我终于一种会使他所有的惊悚感 想个法子快点离开这里 出口不知道是不是在地零洞里 找找看书柜壁画 石柱一类的机关 还是再去调查一次好了 这地方很奇怪 我可以好好调查一番 在这里吧 太好了 亲爱的山谷再见 姐姐再见 不会吧 出口的机关 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看起来还是得找小姐姐说情 骗出个深入 没想到这还有别人 这两位是谁 我的病男 男人可以三七世界 我是这的女皇 当然要男人照顾我才体面 真是残害民主的幼苗 这位少年是在额眉三角 就我每次最想用抢的 既然这么喜欢我 就在我这次后 我也应该 因为可有名了 人家 都算他爹在江湖上 第一名大名鼎鼎的大小 但普天之下 像他爹一般英勤流浪的 恐怕没第二个 这种小害兆 总能让他在江湖上 为非作胆 阿拉姐说是坏种 那多半是好孩子 上次提到万春有的事 希望你考虑一下 别提了 我认你是我这生最后的男男 又怎么会离情别恋 到时你何时会回心转意 才是重点 上次你不是说过 感情的事不能勉强 所以咱们在这个地灵宫 慢慢培养感情 直到海枯死了 天荒地老 你还真冷心抱我软心在这 不行 只要能骗出山谷 最有机会逃走 万春有真的很好 人古异 对女人温柔多情 对长辈有理 对朋友讲义气 对小孩很有一套 我脑头有这么优点吗 不过我还真是一个酷哥 叫杜莎 血沙倒在江湖上 可是大大有名 你知道 这两个避难 在这待多久了 一两天 上次没看到 上次藏起来的 怕你见早要吃醋 他们带了快半年 这半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 你们难得我看多了 说来说去 就要逃出这山谷 我这么能人厌吗 怎么可能 姐姐美艳动人 举世武双 可是我真的很要约定好了 男子和大张福 只要还有一条命在 当然要尽全力完成 别说了 你要嘛 就在谷中练功夫 要嘛 就回我房子休息 我可以唱着手小曲给你听 也可以为你做牛做马 但是想出谷 门都没有 可怜啊江湖老 大概半年了 你爹都不来救你 真可怜 逛了大半天还真有点累 先睡一觉再说吧 呃干姐姐 不不不 今天消遣了 不是说还妈妈培养感情的吗 一个男的被嫁成这样 就没什么尊严了 你现在一定让我也配不上你 只要你被磨多了 就慢慢发现 其实你的命不过和一条狗一样 听我的脚跟 我就嫌脏 我从来没有看不起你啊 你这样对我 只会让你更想离开啊 我亲自替你洗澡 替你煮饭 谈起给你听 你都不领情 就一定要饿你三天 用鞭子抽你 为你吃收水 你才会令我的好 才会求我 你别 别把我和那些暖骨头 冲难的想到一块 我到现在还进行 你一生姐姐 你快放了我 不然等我走脱 一定会 整掉你前途后效的身材 你已经晓得初补激动的位置 只是 还没找到暗门 你就是太聪明 才不得不用牛筋捆住你 哪怕你每天都哄骗我 说一句喜欢我 我也是很欢喜的 就算我得不到你的心 也要得到你的人 吃什么 你干什么 旁边两条肉猪不痒 就往我尖头招呼 哼哼 上次把你算过 你浑身疤痕 上次下下跟九十九道 再加一口满板 逃得把你好回的吉利 没有男人 能抵挡我的魅力 你们两个小白脸给我听好 好好看着她 不准给水不准小姐 伤口也不准上药 要是我回来 还看到老神 栽栽神经气爽的话 就为你们试问 我靠 谁要跟你把你好和 你们生活狠毒 简直可以 当图教教的师傅了 以后不像这种疯婆子 马上一刀杀了 一秒后患 你干什么 你还没被王后当的王弄后 真幸运 我恨你 是的 小妹妹故意中了这两个小子 发现这半年的怨气 维持他们的心理健康 这可苦了我 虽然泡药水长大的 不怕打 但是不给水喝 是不是要死人了 呃 冤有头再有主 你凭什么恨我 就凭我干到这 一天要被重现两三次 又强又勇 我都要把你围师 你又何必恨我 你当皇后大人急顺 还能够像二十多岁的成熟女人 还是念过内功的 我两个一败后秀 就在野双不上男人 没想到除了屠姑姑之外 还有人会有这一套 还好没被小妹妹昏了绳子 我一辈子都困在这受苦 连宠人都算不上 所有才恨你 那旁边那位不也一样 为什么不来活动筋骨一下 他那个英雄的家伙 从第一天开始就不行 王后死了几次以后 是再懒而已他 那不是和我一样 亏他爹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江南大侠江别赫 我还以为他有什么祖传那家心法 不也和我一样是废物 你为何要 我是武当门下玄真道 玄真道人坐下弟子江玉朗 奉深村之命云涌四海 行侠上义 原来你这迷门之马的好偷 这下也忘了 陈某兄台相救 对了叫我小鱼盒就好 没想到路径而眠却被这妖女庆祝 墙逼建议 你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 不用 这是被佛子拦到私信光 只是还有点良心要我死的明白 是 他是堂堂大侠的儿子 超建议的事 怎么落入地上的耳中 慢着 你给我一点时间想一下 花莲 我没多闲工夫帮你 这也是说 他也知道怎么逃出这里了 为了避免羞弱的机密才伤了命口 有救了 我可能约好要取一匹秘宝和五旋秘笈 正怕人手不足想找人同行 既然如此小弟虽然不才 在五旋上总算有根底 多少办得上吗 这么容易被骗了 当毛车别怕臭 钻进去 诶说他早就知道为什么不逃 不会吧 真钻进去 好家伙 竟然在这边挖了密室 放了这么多存粮 要逃出去这么困难吗 你也有看见升降机关吧 那可不是那么容易启动 一个月定期发动一次 所以必须要撑到小鬼波子以为 掌門已经逃走了 失去戒心的时候 才能冲农地离开 对了 你们所要找的宝上是 拼了狂狂罩 燕南天的武学秘笈 怎 怎么可能 应该 应该 你那你也是受害者之一 藏宝图应该只有你手上那一张 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 签一下子是能逃出我所转性可少了 我不但有这张图 远藏宝的地点也去过 那 秘笈现在在哪 在你身上吗 我想先问你 你手头的图是从哪来到手的 我再告诉你保证下落 从我爹的房里偷来的 你爹又是从何处得来的 不 不知道 他是个成品人物 上校久了的朋友一海票 谁知道是谁送他的 那 藏宝图的下落 跟你运气好 被小米打到这 宝图的一命 你可知这藏宝图是假的 去夺跑的都是武林一等一的高手 他们的武功连他们十分之一都不到 连我都差一点上命 最后才知道是一场大骗局 那我当初在这忍辱投身是为了什么 当初这是为了在武林中扬眉吐气 才偷藏宝图的 可 可恨 那你说要找什么帮忙找的保障 哈 不配配你 你会放了我吗 你 好 很好 我应该多学学你 我真是没话可说了 喂 武林少侠 我说了这么多的事 你应该透露一点消息才公平嘛 一直不说话 哇 我以为你被吓傻了 吓啞了 那个小妹妹这么裸弱 你怎么逃不走 裸弱 你可知道他现在为止有过 有过上百个勤囊 每个都是你说的数一数的高手 每个人教他一招办事 就算不能无敌于天下 也能够互逢唤语 腿在我们身上 要能逃 早就逃了 还能到你说教 别生气嘛 我不过说说罢了 就是因为摸不清楚他的底 我才不敢和他轻易翻演对底 小小鱼 江少侠你们在哪呢 姐姐买了好料 起门吃哟 唉 大家都不在了 这个定理工 也不止留念 我看 我就放在这里吧 我要杀了你 抛起来 你的太极拳法这么弱 唉 九龙生活罩 他没有啊 好啦我把他打死他了 为了看看什么叫真的太极拳法 没有啊 真的假的 第二次还九龙 没有啊可是我偷不到啦 不会吧 堂堂我当门徒员工夫蛮浓包的 江兄弟干嘛火气这么大 你又不是真的知道藏宝处 以及没有利用价值 洞口被封住 再这样下去 食物一定不够 好 和哈哈儿一家现实 我服了你 这里要真被封死 就让存粮再多 也总有吃晚了一天 早晚 早死晚死 总是死 不如结伴同 结伴同友黄泉露 谁要跟你一起死 两个人吃存粮中 就不如我一个人吃一吃 还能多活一倍的时间 再省事简佑一点 至少还能活过几天 你这个是武当门徒 交产大小的公子 人品这么正向低劣 有时间跟我自相残杀 不如一些合力找逃手的方法 你自己先想一想 这房间有毒大 恐怕还没饿死之前 已经希望空气 弃绝饿死了 害怕有什么用 还会快动手分开找 是这里了 好啊好在极恶洞 有被魏武星整够的经验 等等我啊 这里是哪里 我在电影公司待了半年 从没发现过 童话你小咪咪自己都不知道 这么说来 这不是小咪咪建立的地方 都怕是他听到的福气 不小心发现的 搞不好强后 有什么知名的恶兽 或什么机关 恐怖呦 大 大哥 我跟你走 你就在这里歇歇吧 这地方还不错 虽然可能稍微挤了些 有空 我会想想你的 香兄 因你很如的个性 这些死之中 应该有几个 被你直接或渐渐害死了 你不怕他们找你索命 他们活的时候我都不怕 死了 我怕什么 我靠 我靠 中间偏左一点 你喜欢吗 我 我 全算你的吧 你 你为什么不要 你以为我在试探你 你准备骗你 这些东西饥不能死 可不得饮 在他身上显得累赘 害你担心病人来抢 我为什么要耍笨 哼 这里的墙全都死了 诸如此想必也不在这 说的对 我也人都不知道是否能活着走出去 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如此可笑也 你毕竟还是聪明的 配上阴险的个性 一桶江湖 指日可待 这在宝物里 有些东西发出奇特的气 拿到了 谁说没反应45的啊 谁说的啊 看到没有 48 48 那这可以靠装备 站上去的好吗 我刚拿到什么武器啊 我刚拿到什么武器啊 竟然有武器啊 怎么说 好刀好剑才用特别的方法 弹制开封 保存方法也很讲究 这些武器不知道在这边割多久 使用的材质虽好 但多有秀损 你总不需要鱼的对战之时 刀剑突然断力了 没想到你还多剑多管 试管 这小子不足虚估越来越危险 但是像他这样聪明又坏的人 太早消失 江湖可就无聊透了 哪里哪里 鱼胸严重 加护交友术来广阔 启动自然又养个万事通先生 哎呀就是你这个个性啊 让江湖然后害死 害了 华武学这么多年 一切都要有机命的计算 好厉害的掌力 看来这两位决定高手 二动中各式杀手同归于尽 有什么生虫大恨 只有这样拼命 诶 你尝了什么东西 好的东西可要和好朋友 互相分享 虽然被你瞧见 不过我已经得到 五绝成功的秘笈 再也不怕你了 我靠你当数学了 拿到秘笈就马上会了 你干什么要怕我 我虽然没有弄死你的意思啊 不过少年人手头不干净 为凶的总该教导一下 好要偷了 好得到了 你也会炎完铁啊 你这王八蛋 好 我也会 好不错 聽說內功沒到一定的根基 就是強烈高手的武功 容易經脈搓亂 走火路嗎 所以我先幫你保管保管 3年5年後等你打敗我的時候 多半有本事能學這套武功了 我可是為你好啊 我猜這裡本來有幾個絕頂高手 他們互相練武 一有心得就趕緊記錄下來 大概是練武練一個心頭 一個不小心亮成悲劇 不過舞爵成功也差不多寫完了 不過這舞爵成功是大家都知道的 高級武功嘛 要不然教育狼幹嘛藏起來 舞爵先別練啦 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 我忘記為什麼 提升五種基本屬性 藥房 原來是藥房 我現在練太浪費了 煙雨劍 好 煙雨劍裝備一下 靈菇走道 如果要玩 二代先別練 有 有 有人 這位大叔 您好 這女人也死了 這床上的女人比蕭妹妹還漂亮 只可寫死了 不過 以銅房刀劍的嗅損程度 這兩個人 早就和別人一樣化為酷苦了 為什麼 我聽萬史音說過 要師生不服 有很多種可能 浮到古兇的 道行高深 用成金剛搏壞之身 用千年冰破 黑珍珠等給 屍體 屍體口寒 足以香料 屠夫保存 製毒的藥物在短時間內 改變身體技能 使身體變得像木蛇不爛 我想其可能是最後一個方法 這有本首詐 自體捐秀顯然是出自女孩子的手筆 胡唸唸 我的名字叫做方林基 我家本來是江南的望主 世來同堂 日子過得幸福和平靜 但我自己從來沒有想服過 我四歲的時候 兩天帶我到蘇州訪勤 等回鄉的時候 我們家佔地白母的中院 已變為一片瓦砺 全家大橋三百多口 已變得殺得乾乾淨淨 醜卵自然在斬草除根 我和楊青開始玩天涯蒙命 這段辛苦的日子 我終於查出醜卵的姓名 歐陽亭 當是人間歐陽亭 江湖中最享譽最冷的瑕士 武功最高的高手之一 家產億萬的富豪 我和楊青一見女流 孤苦伶仃 肯定是有一些武功 讓怒想尋醜 實在無意已短即死 她母親 憂憤之下 終於一病不寢 三年後 我用爵士的美貌 設計領悠歐陽底搶取了我 但賢夫有個最可怕的習慣 就是永遠不和任何人設在一起 我們甚至夫妻 進一步在她安寢之處 我只要忍受 這屈辱和憤恨 苦苦等候復仇的娘姬 這小子 小妹子歐陽亭呢 此人當真不愧是一大人間 方寧幾歲很難入骨 但比寫下來的 治理行間 人不禁流露出對她的佩服之理 看來 你頗戰同歐陽老大所作所為 只要假以辭日 你就是第二個歐陽亭 好了 我記得念 歐陽亭 費金的心血 進到這地下的林宮去 然後他們不知用什麼手段 進將大師的武林中 武功最高的幾位高手 林童騎士拼到這裡 他說服他們 讓他們創作一套驚天動地 空前絕後的武功 但這武功流傳後世 他們便可添流千古 千古留美這句話 果然倒入他們的心 和眾人的智慧與經驗 共同探尋武功最深奧的秘密 但他們最 再也想不到 他們成功的日子 便是死的日子 到了這裡 他終於不再獨睡 此因他對我絲毫沒有懷疑之心 我雖然有了下手的機會 卻死都沒有下手 我還要等 他有一個野心 在武林的記載和江湖的傳說中 古往今朗 雖有不少成熊一死的英雄 但卻無藝人的武功 真的很少天下 他便要做這空前絕後 震骨受見的英雄 只可憐那幾位高手更要落點 而抓住兵的落點 這是他最上場的 這五人也絕不會想到他的肩膜 只因歐陽廷 慷慨豪爽 天下之美 他早已有殺他們的計劃 我雖不知道這計劃究竟如何 但歐陽廷的讀計 現在都是天衣無縫的 我終於揭穿他的陰謀之心 但卻抓不著他的證據 說了別人也不會相信 我也真敢輕舉萬動 但我早已準備好 上他的計劃 只等他成功之日 他成功的日子也快到了 他眼看不要達到奇惡 古人成功的巔峰 現在 在這裡等著他的 是一杯毒酒 我要和他共飲 他殺了天地無絕 正想和他的愛情 共飲一杯慶功之酒 哪知道這杯慶功的酒 卻是杯毒酒 哈哈 有趣 有趣 這防靈機 倒是了不起的人物 竟然抱了他的血海探醜 為何要陪著他的醜人死呢 我想 他雖然不得不殺他 收到歐陽廷以後 心裡又未常不痛苦 只好陪著他死 至於他已沒法子一個人活下去 這兩人齊非正如西市也無往 唉 國家醜恨與深情後患 究竟俗眾 只怕很少有人分得清了 原來你對女人觀察入圍 很有一套 有時候真奇怪 不知你究竟是男是女 有時你心狠手辣又親不認 但有時你又突然變得多醜善感 像個女人心變化這麼快 我可以為他證明 他全身上下每分每次都是男人 卻沒有半分假 皇 皇后吉祥 姐姐跟我們多久了 等你一鬆蟹我就跟上 該聽該看的都知道了 連毛坑都敢鑽啊 有這種膽識等我大老婆 準壓住十個八個小老婆 別扯動扯息 先教出五覺神功的秘籍 別玩花樣 我不知道你怎麼弄成那幾個 烏羊母的敗類 原來阿姊早知道還跟我裝蒜 看來已經在掌控中 呵呵 今後天下的武林第一 告訴我是誰 那就是我 小姑娘 老實說 我一個人在這種鬼地方 都圈子會害怕 所以才留下你們陪我 現在任務完成 求一求你別殺我 只要你放過 我一輩子做你的努力 無論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江湯老師為了陰險 個性就貪生怕死 不過我要死在這 就太可惜了 至少要死在鐵性 然後沾進了懷裡 還好過去 不過鐵定打不過 別想個法子 抱歉得很 只有這件事我不能答應 除此之外 你們無論想怎麼樣的死法 我就可以答應 小魚兒 你聽見了嗎 嗯 那 那土門有什麼好看的 你究竟在想什麼 我反正已經要死了 想什麼都沒關係 我倒想聽聽 我看你還是趕緊殺了我算 免得麻煩 你越不說 我越要聽 你真的堅持要聽 我只好說了 我在想啊 每上門都有一些古怪的東西 這面土門後面 絕不可能是空的 那裡面 究竟是什麼 你去給打開 睡 睡 哈哈 這女妖怪不懂水性 沒想到江玉蘭這次水性這麼好 不知道 你躺哪裏去 剛才都自顧自己逃跑 小秘密這麼狠心 還竟咬我一口蟲 怎麼能不抱 不抱了結掉 就離開 哈哈 你還是回來救我了 我是來抱一咬之醜的 吳天 你終於來接我了 吳天 喂 這都我啊 你別吳天吳天的叫回 當我死了嗎 吳天 假如再活一次 活運也拋棄所有 哈哈哈哈 只求你 再吻我一次 人家死之前 會意念起 這一生最重要的人事物 莫非 把我當成為吳天呢 你咬我一口 我就咬你嘴唇一下 算是報仇了 我又知道 我沒有看錯你 謝謝你 小雨兒 不玩你我 乾姊第一場 姐姐 如果覺得對不起 魏無天一家 不對不對 應該說姐姐還會愛魏無天的話 就請保佑魏家 兩個遺孤魏無心魏精靈 平安順利 好 這個人好像有點面熟哦 你是 何人踏入苦求定 腦無清秀 再加小雨兒 趕快前輩高興大名 神無窟墨 心無凡城 何必提拔凝露或者假身 開水寮解除我多年風刺之虎 可是少俠 我不過是要自己保命罷了 沒什麼 取守自饒 老糗 絕藍一成 沒有什麼能夠回報少下的 只有找你跟師兄對於 僥倖心移得吃順的 翡翠戒指 可以相贈 那就多謝了 不過老糗 畢生 驚言隨問 難免便利不學 無數之輩 我就隨意出三個考題 若你的那個答對 我就贈你自保 若是答錯 我就能先速降低你的智能 真是一點誠意也沒有 應該是這個 屬糧 牛黃 哪一種重要 是情況而定 小子好聰明 難道你用的是 謝弗羅德大法嗎 沒辦法了 我就如約定 這已經寶物 謝弗羅德 好走吧 我們先拿這個就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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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啊 哥老子了 我明明曉得你是趁你的土財主啊 那一種黃白丸 你龜偶剛剛還想騙老子 太心緣 你能說非凡公子太心緣嗎 小人身上銀子部的話 情願都獻給大王 只要大王 放屁 哪個要搶你龜偶子的錢 老子聽說你賭了比鬼還近 所以特地把你找來賭一賭 啊 大王路要賭 無論骰子 啤酒 馬吊花灘 小人都可以奉陪 這次這裡沒有賭去 小人回程之後 一定準備舒服服服的和大王 哪個 和你龜偶子賭了這麼多 不理我所的東西 老子可以賭柴桃版 哪個是戰士法 一換兩燈顏 啊 卻不是大王要賭什麼 小人賭本帶的不多啊 老子賭你一隻手一條腿 大 大王弄輸了呢 老子弄輸了 你一樣割給你 這 這個小人 不 不想賭啊 可老子的 不得不行 大王強強體啊 世上只有強姦的 哪有逼賭的 老子平身 別的壞事不做 就喜歡逼賭 你龜兒子 好賭一輩子 今天將遇見我惡毒鬼 算你走運 你 你是血緣 老子就懸念三光 你龜兒子曉得 他媽賭錢的人 都哪裡來賭咒 誰要賭錢 出狼獸 就讓他遇見 圈圓三光 但我賭師 從未騙過人 老天整天 一到我遇見你 哈哈 你既然知道老子 就該知道我賭得最硬 從來不辣 你怕的槌子 小劍啊 通寶 這狂人 就斷手腳了 至真是犯 帥 帥 快 衝吧 鬼兒子 你輸了 蛤 誰叫王百萬要口看 這惡毒鬼 倒是厲害 你輸了 還不怕七下黑頭盔子 手在抵戰 小人 焰帶主持受罪 你給我賞一遍去 跟我沒多什麼討價還價旅地 王百萬很清楚吧 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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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你的十七家 大部分都會跟你老人家 再加上陳北那三家的米店 只要你老人家 老了小人這一次 你這回復不能的老畜生 你以為老子正要你那條豬腿嗎 老子雖然是惡人 但最 卻最看不慣 裝人在窮人頭上打罪 當鋪和米店老子都收下 壞狗人就將你條子打好 等老子去拿 等老子也不怕你這鬼兒的奶章 換你呢 小人不過是 低三下四人 生活很慘 只要能吃東西跟你老人家賭 求你放過小人吧 你鬼兒說 老子還有一個外號叫 賤人助獨 就皇帝老子 也跟他賭屁 你老人家要賭什麼 世上話很難 老子懂你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少個牛肉 你如果輸了 老子割下你鼻子 你如果贏了 老子就把那四家當鋪三家米店 都給你 想想看 如果挺你自己 一輩子休想發那麼大財 不准往身上看 否則老子先挖出你炎柱 小人 只想有個毛病 只要喜歡 將褲子吞下肚 所以小人 小人 在娘替小人做衣服的時候 衝來不用扭靠 都是用袋子系著 長大了 也成了習慣 小人 小姑娘 趕快 小姑娘 趕快 我剛才介紹過了 我又是將532明朝上的惡毒鬼 全員三光 若是誤讀到天光人光前野光 我是不會罷手的 看在你一雙武林中人的份上 公平一點 我又不作裝了 一人用老規矩 兩人對賭 一人做賭法 一人提賭注 啊 奧上小仙女了 這兩個牛脾氣 這下好玩了 我才剛從鵝眉西衣下山的被你抓來 打不過你 我就認了 你要嘛殺我 但是你不能逼 你不賭 我又不信你這個邪 新的立下之願 走遍天涯海角的膽子越跑 瘋了人變毒 相信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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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你不亂死 吃喝要錢就是要錢 你出得起嗎 我沒錢的時候 多滿比有心的收多 只要有屋檐就能睡 三天不洗澡很平常 二人發脫時 從結果搶來的四人犯正常 格外的好氣 你到底是賭徒還是乞丐 你不能比我做過這種 這種不能洗澡的生活 帶著良家父女到處亂跑 你不怕非議 說你一大欺小 放心好了 我不會非議你的 要是江湖上鮮鵝鵝鵝鵝鵝 你也不用擔心嫁不出去 我當殺個老婆 就是常嫁給我咧 惡毒鬼他好意思說 不過這樣先嫁給他 實在有點可惜 烏爛 不要臉 臭腰飯 格老子弟 我不知道還有人的情況這麼高 什麼時候前進來 竟然以我察覺不出來 格老子 眼皮比我還厚的人 今天終於給我撞上了 講得臉不好氣不喘 好像小仙女已經是你老婆了 我跟你賭 就賭那個女孩 蛤 你拿什麼東西跟我賭 老子今天賭已經滿足了 不收錢 武功我不差也懶得學 東西 我不欠 好男人的命一條 一命換一命 小姑娘 有人給你治療 倒是小兒子 人家飄飄飄兩年低 帶出去多體面 你那條大名字幾文錢 你們兩個別太過分 我不屬於虛妍的三框 更不是視察你曾經內娘的貨品 好臭好臭 你那二股鬼的稱號簡直放屁 本大也敢談 命跟你賭 你反而去了場 該命打一小鬼算了 哥老子弟 你貼多重我就貼多法 我就賭你不知道身上有幾條吧 喂 小月兒 你別多管閒事 別賭命了 一百條枕 好 脫下衣服說 多一條少一條 馬上擰下你的腦袋 我不管了 小月兒 你別想我感激你 還有 看重重點 別在我面前脫衣服 咱們別管小姑娘 去生一下後面抽小品質 哥老子弟 這小牛好不能才逮到 反而拼你這小子 我還是很懷疑 你身上疤痕 這裡剛好一百刀 願賭服輸 那是我的秘密 我總不能說這小秘密弄倒 讓他擺不 今天我這條命跟你賭個秘密 唉唷 你那條命值幾個錢 賭場無父子 也一概不收帳 你既然沒了賭本 咱們改天再玩過 請慢走 哈哈哈 你這小子有趣 人家見武道 我就想見兇神惡殺也 就你還肯下戰爹 當我是朋友 後會有期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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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慢著 我跟你的戰還沒算呢 第一 你 我 鐵欣然就夜南天保障 現在知道咱們都一起被騙 純屬誤會一場恩怨一筆勾銷 誰也不信誰 第二 我問你喝血解毒 是因為你幫我打黑衛武衛星台中毒 所以跟究底 你並沒有欠我什麼東西 第三 我跟薛妍商工對毒 壓根是我支援毒飲飯 已經銀頭過了但走了 我既沒有幫你當貨品 你也別把自己臭美 有人想救你 你 沒事了吧 行走江湖一個女孩子家 別火氣這麼大 到處樹底 武功高即使沒賞大用 遇到薛山賴的騙術 你一樣會吃虧 你 你管我 我剛從鬼門關鬧了一圈 也算是死了親人 才發現有些話見著要趕緊說 才不會有遺憾 你假如沒什麼事 還是早點回去陪爹娘 我就在安慰我娘才在找寶藏 你又不是我什麼人 我還管你到家的巫事 我要走了 自己保重 死魚啊 臭魚啊 OK 啊 忘了問張青 是誰告訴死奇盜場 毒寶的事 他要走回去了 小心你 別扁扭了 小魚兒 竟然不咬你 你就是自由自身 這麼來賭他的昏天暗地 馬上就忘了這件事 我看你還走回來啊 可惡 討厭鬼 這鏡頭就殺了他 姑娘毒啊 這附近一下找不到別人 你再不跟我賭 我可不敢保證會做什麼樣的事啊 你敢 老大哥 老大哥 我放在去方便一下 回來人家敢動我的毒本 這樣不合規矩 好 既然上光 我又給你賭銅板 虧你這小仙女 整地和一個賭物瞎混 十賭九片也沒聽過 小魚兒 其外人別都還 傷心竟然開路賭過去 既然就像老子妨礙我 也要把他宰了 小姑娘將提了毒法 我的毒本就剩這身衣物 只好賭姑娘一身衣物 既然上光 你臉皮很厚 你光屁股可能都沒臉要看 你這爛衣服 只能比上姑娘家的衣裳 臭水溝影 不是不管我 既然上光 引開吧 正面 反面 反面 正面 姑娘 你也沒幫你交好 被你鬧過了沒 王八萬一堵 又不是沒瞧見 血緣上光手裡 明明明明明明是反面 你知道什麼反調 愛偷衣服是不是 我帶你去住間客棧住間房 那你偷偷告 你 你不是不管我了嗎 怎麼現在要管起來了 呃 現在老兄 小心你這段事我管定了 我用我的秘密給你換 你也是老朋友 這個局簡單開了 是父兄不認的 你要脫裂排隊 事情走個先後順行 但是這軍這是妨礙 別怪兄弟我無情 我只要可能拼不過你 可是你拿女孩子家看我笑 這個習慣是要糾正的 我 不該反面 買定你一首 沒有出額方額的事 準備脫衣服想演服吧 小屁兒你不要緊吧 血緣上光 你笑著那麼重 遠度服輸我 我脫衣上便是 結果結果真的是正面 真的是正面 哎呀 哥老子的 竟是正面 不可能 老子我讀過半輩子 沒遇過那麼邪門的事 莫非是妙裡的造 玄壇顯靈 要暗戒毒 這裡不及地 我就脫衣服先 走先 嘿 薛恩大哥 衣服我不用你的 不對 算我贏來再送你 我就知道小屁兒 才是心能夠 招生都要 跪著 都要走多生 血緣上光這種 毒棍炸毒就像喝水一樣 還有他只為了滿足毒癮 看別人緊張的神情為樂 他大概找精英 早已經打定主意 自己脫衣服出球 你假如這麼清楚 幹嘛更著急 是不是為了我 當初是不坦率 沒承認對鐵線的感覺 才會 你總算約約稍微等一等 我想問一問 兒媒分開以後 你的情況 我們一群人 幫兒媒抵禦炎王們 被微星大群烏合之中 當然很快就敗走 後來不是整地 和神奇道長 越來越開心 他可能也感謝我幫忙 就指點我一些武功 這炎王們算一個大問題 要怎麼著手調查 你和鐵線是怎麼一回事 我現在看到哭得死去活來 不過 花無趣的照顧之下 就穩定的下來 花無趣 鐵線不是跟你一對的嗎 誰跟那種 那不成熟的女孩子一起 我們朋友壞蛋一場 總是要互相關心罷了 另外 你知不知道是誰告訴神奇道長 有人來犯祖師寧寢的 是江南大俠江別賀突然靠船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堂堂江別賀有個江玉蘭這種兒子 有必要調查一番 江玉蘭是誰 這可說來話長 你以後要是瞧見他 先賞為妙 不過以你這麼帥子的個性 鐵定會吃大虧的 我 我一時之間 沒有葉南天保證的消息 我也覺得應該去查查江別賀的底 雖然你可能覺得一個人行動比較方便 一個人的確沒有一個人 的確有一個人好處 不過前途盲盲盲 要是多一位朋友 其實很多時候會有意想不到的大幫助 OK 就這樣 好 我們這一集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款 新九條創交的遊戲劇情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FB 還有Twitch 那想要加入大師的LINE社群 那底下的資訊欄的連結跟 影片的右上角 影片的右上角有QR Code 就可以加入 輸入你的YouTube的名稱跟Twitch的名稱 然後我會清智整合 就可以加入囉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